接着在我们第一堂课的主题式当中 我们要来学习Blender中物件沿轴线的平移旋转和缩放 我是金门技术学院陈忠诚 首先我们随意新增一些物件 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在画面上面我们只要在某个物件上面 按滑鼠右键就会选取该物件 被选取的物件它的外框会变成粉红色 像我们现在选取的是猴子头 外框有一点粉红色 它这边会有一个坐标轴 红绿蓝各自对应到坐标轴 在上面我们可以选取物件之后 按下滑鼠右键去拖曳那个物件 也可以按下滑鼠左键把它放下 这时候你就可以任意的移动这些物件 你也可以转动这个仕图 转动的方法就是按下滑鼠右键 然后拖拉就可以转动 那你会看到立体的状况 那你也可以在选择物件之后 选择这些轴线 然后来进行拖拉的动作 那它就会沿着那个轴线 做一个准确的移动 那要除了沿着轴线拖拉移动之外 你还可以沿着轴线做缩放 缩放的方法呢 是选择这边有一个手型图 那它有三角形 红色三角形代表的是移动 那绿色的双圈圈代表的是旋转 那蓝色的方框代表的是缩放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取像猴子头的物件 按右键选取 那用选取手型功能表中的蓝色方形 然后将 物件将由原先的移动功能 也就是刚刚的键号 转成现在的缩放功能 就是立方体的功能 那我们如果在 轴线的末端 按下滑鼠的左键 那就可以进行这个轴线的缩放动作 那其实它针对某一个轴线做缩放 可能是压扁 那或者是拉长的动作 那这是刚刚这边手型图示的三个主要的功能 移动、旋转、缩放 那如果你把猴子头做缩放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厚的猴子头 或者是变成一个很扁的猴子头 那我们也可以做旋转 一样我们选取手型的功能表里面的 绿色的双圈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旋转的功能 那它会有三条轴线 三条圆形的轴线 那在妥球线上面呢 你按下滑鼠左键 那就可以对它进行拖拉旋转的动作 那当你旋转之后 比如说我们沿着绿色走旋转之后呢 那它就会转的面向我们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练习时间 那我们必须要练习的东西呢 就有移动 所以请你先选取物件 然后移动 沿轴线移动 那选取物件之后沿轴线缩放 那选取物件之后呢 沿轴线来旋转 那请各位练习这三个动作 那我现在先示范给各位操作看一次 好,首先呢 这边我们已经新增了很多的物件 那我就选刚刚所看的这个猴子头吧 那猴子头 我一开始呢 会发现它是键号的方式 然后把它拉出来 它就会往上 如果我沿着绿轴拉 那它就会沿着绿轴 沿着红轴拉 那就是沿着红轴 就是X轴 那这红绿蓝呢 分别对应到XYZ这三轴 那我们如果呢 今天选择手型的这边的功能表 那我不要再选择键号 我选择的是方框 那就可以变成 伸长 或者是压扁 压扁的动作 那如果你换个角度 缩放之后换个角度 会看得更清楚猴子头 是否被压扁 那我们有时候会需要把它平移回来 按住Shift键 去做平移就可以了 那猴子头可以压扁或伸长 压扁 那也可以进行旋转的动作 我们按下这个绿色的双球线 那就可以旋转了 我们把猴子头旋转成 能面对我们 那这就是我们的沿轴线旋转的功能 沿着轴线旋转的功能 那请各位呢 现在就去练习操作这几个沿轴线的移动旋转和缩放功能 我们下车的移动旋转的移动旋转的移动旋转的移动